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在京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李强表示 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印尼巴里岛成功会晤 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为中美关系指明方向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使中美相处的正确之道 希望美方与中方一道努力 拿出更多务实友谊行动 把中美关系维护好 发展好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中方愿同美方加强经贸领域对话合作 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希望美方同中方相向而行 雷蒙多表示 拜登政府支持中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无意遏制中国发展 不寻求同中国脱钩 愿同中方保持沟通 维护美中正常经贸关系 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 美方也愿同中方加强在人工智能 气候变化 打击芬太尼等领域合作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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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